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我们看到这后面这两个呢就叫做分词 前面的是过去分词 后面的叫现在分词 同理code跟calling 还有这个羡慕 envy的跟envying 这都叫做分词 那么各位再看到后面还有两个非常像的 一个叫动名词 一个叫不定词 那么请注意这两个字 动名词跟不定词并不是属于动词家族的 所以它跟动词完全没有关系 可是因为像这两个长得一模一样 所以我们就会觉得很痛苦了 但是请注意这一个叫做现在分词 这叫动名词 这是属于动词家族的 而这个是属于名词的一种观念 所以放的位置是不一样的 所以它们不会混淆 那么等一下我们再来说明它一下 那现在各位先知道这两个东西呢 我们在英文就叫做分词 那么分词是什么东西呢 分词就是我们的六个符号的最后一个 呈现的分词句构 分词句构在英文是怎么样出现的呢 我们在六个符号英文法很简单的把英文分成前三跟后四 前三就是主要的这个人体 后四呢就是衣服 我们的前三大家应该很清楚了 主词动词受词补语 就像一个人出现一样 那么后面的东西就是衣服 这些衣服呢分成四种 这四种分别有形容词的功能的 那么形容词当中就会有分词句构 副词就是说明其他情况的也会有分词句构 然后插入语以及两句合并的分词句构 以及最后的独立分词句构 所以各位看到这里有四个地方会呈现分词句构 那分词句构就是利用刚才的现在分词 过去分词那两样东西来呈现出来 好那现在呢我们就开始一步一步的来为大家解释 分词到底是什么东西 那么现在我们看到这四个字就是动词家族 现在是过去式 然后过去分词跟现在分词 各位请看到这样子的用法 就是have us 加 pp 这是用到这个绳字 那这个绳字的前面有have us 我们在英文叫做现在完成式的动词 叫做已经打过了曾经打过这样的用法 这是一个动词变化 所以have us 加 pp 这是一个动词 如果是逼动词加上过去分词 那这个时候叫做被动语态 这被动语态也是动词的变化 那么如果逼动词加上现在分词呢 就叫做现在进行式 这个都叫做动词 所以这是动词的变化 可是各位如果你在英文里面 单独的看到code跟calling 也就是说各位没有看到前面这些字了 没有看到前面这些字 单独的就出现了这个code 或者是单独的就出现了calling 那这两个我们在英文就叫做分词 这个分词就是它有动词的意思 它根本就是动词的意思 这叫做code 就是跟这个前面的这个code 都是一样的动词的意思 可是它本身呢 却不能算是真正的动词 它听起来有一点奇怪 就是它有这个意思 可是它却不是真正的动词 我们如果举个比例 我说这是一个人 如果这是一个人 那没有问题 这一个人 可是呢 如果这个人呢 这里面呢 如果没有了主词动词 就不成为一个人了 那不成为一个人呢 我们就准备一张照片来代替它一下 这张照片当然就是这个人 可是它又不是真正的这个人 这种照片的观念呢 那等一下 就是我们在运用分词构句 所需要的一个观念 现在我们来继续往下看 我们先看到这个句子 a man cause 或者是cold Mr. Brown 各位看到这个cause 或者是cold 是在英文 就是我们的现在是跟过去是 它是标准的动词 所以我们就翻译成一个人呢 打 这个 打给这个电话 给这个Mr. Brown 或者他在叫 呼叫这个布朗先生 好 不管怎么说 就是从左边向右边看 a man cause 或者是cold Mr. Brown 一个人 打给后面这个人 那么我们再看到第二种情况 a man has called Mr. Brown 这时候呢 就叫做has 加pp 这叫现在完成式 这还是动词 我们翻译成 已经打过电话了 已经叫过他了 再看第三个例子 Mr. Brown was called 这个布朗先生呢 被打电话 或者是被呼叫的 被一个人 所呼叫 那这时候各位看到的是 b动词加pp 这仍然是一个动词 是被动语态 所以也就是说 我刚才讲的 如果你的前面有字的时候啊 这些是动词 那现在我们就要看它 完全单独存在的 这个呈现出来的分词了 那这就是下面的这个例子 各位请看到 a man code 你很明显看到这个code 前面并没有任何字 这个句子继续读完它 Mr. Brown when swimming to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各位请看到这个句子 它如果加上我们的六个符号分析 它本来应该是这样子的 a man 然后这边变成红颜色的字 红颜色字就是我们的衣服 先不要管它 所以我们会看到这里 a man 这是主词 when是去 去 去干什么呢 第三个字 游泳 有一个男生 去游泳了 那么这个男生是什么样的男生呢 这个就是一个形容词的功能 那么它本来是一个形容词指句 who was called Mr. Brown 这个男生呢 他是被叫做 被叫做什么人呢 Mr. Brown 他被叫做布朗先生 那么这位先生 他也跑去游泳 这时候各位看到你的who 在这个子句里面担任一个手带出一个子句 他也同时担任这个子句里的主词 然后这是B动词 加上code 合在一起 这个who是子句里的手间主词 这是子句里的动词 现在我把这个who给省略掉 各位看到who省略掉了 然后呢was也把它给省略掉了 这时候就会留下一个code 那但是这个子句各位可以看到 这个子句里面就既没有主词 也没有完整的动词 就像我刚才说的 这个人呢 人头被我拿掉了 动词也被我拿掉了 这时候他就不成为一个人了 所以我们就要用一张照片来代替他 这个照片就是粉词 所以呢我们就留下了一个code code就成为我们的过去分词 这个过去分词放在这个地方 其实它的前身是一个形容词子句 就是刚才的我把它省略掉的 who was code的一个变化 那么各位现在这个code你会注意 它必须要从后面向前翻 一个被叫做布朗先生的人也去游泳了 这时候的code是从后面向前看 我们在看英文的时候 就像中文看一样的道理 我们会一个字一个字的往下看 可是看到这个位置 我们却要看到这个地方 然后再往这里看完 要刹车回头来形容这个男生 一个被叫做布朗先生的男生 这时候产生了一个从后面向前看的现象 就跟中文完全不一样了 这个时候就造成我们在英文上学习的困扰 所以这就是分词构句比较困难的地方 我们刚才所介绍的就是形容词子句 改成的分词句句句的这样子的情况 我们再多看几个这样子的分词句构的情况 现在我们看到这一个句子 she is the person 他就是这个人 什么人呢 who made this pie who指的这个人 他做了这个派的 这个人就是他 这时候各位看到who 就像这边的who一样的道理 这是what's called 是动词 那这里是动词 不过这次这个made是主动的 这是一个自己在做的 刚才是被人家叫的 那么是主动的 我们就变成ving的现在分词 被动的就叫过去分词 叫pp 所以这个地方 我把who省略掉之后 这个made也就不能存在了 没有主词就没有动词了 所以动词也不见了 那动词不见了 这时候我们就要想起刚才的观念 没主词没动词就没有一个人了 只好拿这个照片来充数一下 所以就变成了making making this pie 那么这样子的句子 跟刚刚出现的 这个原来的样子 其实意思是完全一模一样的 只是上面的 我们叫做形容词子句 下面的就是子句变成了分词句构 那各位程度越来越好 你会看到的who就越来越少了 你看到的句子 大部分都是这种的 所以我们在英文里面 分词是一个分割点 像刚才这个地方code 就会后面翻译前面 这边是making 也是分割点 后面翻译前面 它就是做这个派的这一个人 现在我们再看这个 she is the person 它就是这个人 什么人呢 形容词子句带出来 who was envied 他被羡慕 by us 被我们所羡慕 各位看到这是一样的道理 我们先把who给省略掉 把主词拿掉了之后 顺便把这个被动语态的 逼动词也拿掉 所以就留下了一个过去分词的envy 这个envy就变成了 后面翻译前面的现象 而且要翻译成被 she is the person 他就是这个人 什么人呢 envy的被羡慕 by us 再看下一个例子 this is a great bookstore 这是一个很棒的书店 which指这个书店呢 is 是呢 是怎么样呢 full of good books 是充满着许多好书的书店 这时候各位看到 一样化葫芦 会把这个which给拿掉 which就是指句里的手间主词 主词拿掉之后 很抱歉 动词呢 也要拿掉 那动词就会变成分词 我们再说一遍 主词拿掉以后 动词就要改成分词这张照片 那么这个be动词 变成分词呢 就变成了being 所以这个意思拿掉之后 就留下了being being在英文有90%的情况之下 也可以被省略 所以有时候看到 有时候是没有看到的 如果没有看到 那后面就会呈现了这样子的 直接出现一个形容词后面的 full of good books 那各位同样的道理 你要有后面翻译前面的现象 所以这个时候 你就必须记得这个观念 你看到这个地方 其实是后面向前看 就会说这是一个很好的 这个书店 什么样的书店呢 是充满了好书的这样子的一个书店 所以以上各位看到的三个情况 就是形容词子句变成的分词举构 现在我们把以上所交的四个情况 再给大家重复一次 希望各位看到将来类似情况之后 就会举一反二 举二反三 很快地知道 后面翻译前面的这种分词举构 一个被叫做布朗的先生 也跑去游泳了 后面翻译前面 他就是这个人 什么人呢 就是做这个派的这样子的一个人 she is the person 他就是这个人 envied by us 被我们羡慕的这个人 我们再看到最后一个例子 this is a great bookstore 这是一个很棒的书局 什么样的书店呢 full of good books 充满着好书的一家书局 这是分词 各位我们看到很多的字 都会有ing这样子的现象 刚才这个ing 我们在英文叫做现在分词 也就成为我们的分词句构 我们刚才讲的是形容词子句 变成的分词句构 所以用这个生字 可是我们刚才曾经说过 这个字呢 也是making 长得一模一样 可是这个字呢 叫做动名词 我们也说过动名词 并不是动词的家族 它们两个完全没有关系 动名词是属于像名词一样的用法 既然是名词用法 它放的位置 就不会放在动词的位置 而是放在主词一的位置 或者是放在三的 受词补语的位置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making a cake is not easy at all 做一块蛋糕 这并不是容易的 完全不容易 这时候各位看到的 它是在主词出现的 这是动名词 表示一种状态 这时候 它跟我们的分词是没有关系的 所以也就不会有后面翻译 前面的这种现象 I love 我很喜欢 喜欢什么呢 making a cake 就做蛋糕 very much 这时候各位看到 这时候你的做蛋糕 这是你喜欢的对象 这是一个寿词 所以这也是动名词 I want to find a way 我想找到一个方法 什么方法呢 of 这是借系词 借系词后面带名词 这是片语的一个基本观念 借词加名词 of measuring success 去测量 这个成功的一个方法 我想找出来 这也是这个非动词的现象 I enjoy going shopping 我喜欢去购物 我们的购物在这里也不是分词 而是放在三的位置的动名词 表示一种状态 那么我们平常说go shopping go shopping 那么go就是动词 shopping就是动名词 不过我们现在把go shopping 放在整个三的位置 所以它们通通都变成了动名词 enjoy才是动词 所以各位很简单的 如果我们看到的ing 是放在主词 或者是三的位置 三的位置 或者是放在借系词后面的 那这些东西我们就叫做动名词 上面所谈到的都是动名词 长得跟分词一样 可是并不是分词 所以看英文的时候 一样是从左看到右就可以了 从左看到右 那么这是动名词 再来我们看到下面的东西 又不是分词 而是名词 各位请看到这个生字叫spring spring是长得本来就是这个样子 它就是有个ing 可是它根本就是原来的名词 这个字我们叫春天 春天是一个很棒的一个季节 这个春天跟ing 跟刚才我们说的分词都名词都没有关系 它长得就是这个样子 I make a living 我去谋生 这个谋生叫living 它长得就是这个样子 它是一个名词 它跟分词没有关系 用的什么方法呢 by teaching English 靠着教英文的方式 来这个谋生 各位看到这个living 它只是一个名词 这个地方就是我们刚才 这个提到的动名词 因为介细词后面加名词或动名词 所以我们看到的ing 通通都不是分词 最后分词还可以当形容词来使用 a walking dictionary 一个会走路的字典 这个walking 各位看到 它是这一个变成了形容词 它的确是我们刚才所提到的现在分词 可是现在分词除了当分词构句之外 还可以当形容词 我们再说一遍 分词除了当分词句构之外 还可以当形容词 所以各位看到a walking dictionary 一个会走路的字典 引申为一个学问丰富的人 a broken car 这个broken就是从这样变来的 break broke broken 这叫过去分词 过去分词当形容词来使用 一个被弄坏的故障了的汽车 a broken car 所以分词还是可以当成形容词来使用的 各位在学完刚才的观念之后 我们就应该来try try看了 再实际的来操作一下 六个符号英文法我们讲的不是理论 我们在学校学的好多的东西叫理论 就是你学完文法结构之后 你看英文还是看不懂 你还是不能讲不能听 这是学的并非所用 那么六个符号英文法就是希望你学完 真的就能够派上用场 那么比如说你就要看到这样子的一篇文章了 那这时候各位看到里面呢就有很多的字 就是我们刚才所提到的分词 比如说各位看到这个东西都叫做分词 那么如果你的分词能够看得懂 那这个文章你就应该看得懂 因为字不会没有什么了不起 你可以查字典 可是如果你查完字典 却因为你不了解文法的架构 你不了解分词的用法 所以你英文仍然是看不懂的 所以这边的字到底是怎么样子看呢 当然我们就要运用我们刚才教给大家的分词的用法 来看这篇文章 那到底怎么看呢 我们就在下一集的影片当中来继续介绍给大家 感谢观看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